就说康然哥现在是有签 一星娱乐这个经纪公司吗 我 其实我自己不晓得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顺几次来 可以的话 对啊 如果就是顺合一些感觉的 康然哥可以选择性回答 就说康然哥现在是有签 一星娱乐这个经纪公司吗 乖 你迷朋友们的提问 其实我自己应该是这么说 在五十几年来 其实都没有特别有经纪人的一个状态 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做一点 因为你没特别有特别有 怎么样的想法 那也跟很多很多大陆啊 内地的经纪公司 或是很多团队有资助 一直都好 其实很多人会继续 很久看 那其实我都是会看完的 而且看完邀约 或是怎么样 我们都会提起做很多技术上 甚至是创作上的分享 那我自己觉得未来 因为不晓得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身体自然 可以的话 对啊 如果就是身体有一个感觉 这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 这对了我要出发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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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有 我很早知道就有 可能有螢幕我需要是正面 走過去 你會覺得這場戲我沒有演過 我沒有演過這樣的東西 你就會開始擔心 因為觸碰啊 甚至是觀看啊 就是身體上的接觸 那都是非常的尷尬的事情 我們可以當作是演戲 可是亞德要的不只是演戲 他要的是真實感 要不要試看看 絕對知道他的焦慮 康仁是一種等級的演員 看劇本的時候 我知道他心裡面會想說 當然可不可以把這個動作刪掉 但是他還是做的 做得非常認真 這個人生啊 哇 所有看過那場戲的男生女生都說 X是真的嗎 你知道 生出他的影棗 這個就是所有直男的罩門啊 因為有些鏡頭 你要對著別人的 到時候大家看到就會知道 破浪人日 6月28 大螢幕 全天 現在我想衝過去投放一張 等到你就喜歡吃綜合口味 我吃到傳說中的馬賽魚湯 我吃到傳說中的馬賽魚湯 那不要吃 看我的腰沒有比較濕 因為我群都是群得來素 褲子脫了就要素 傳大沒有戀愛感我不行 傳說中被他愛上的女人 就可以獨享馬賽海鮮湯的那個 群組自己的說自己手指很厲害 練過布袋系的那個 單親吧 我是一個劈過腿說過往的人 但後來學會了說真創 該結窗囉 蕭蕭老師 愛情故事裡都需要最愛的王子 對吧 兩個人一起換床的愛子太吵過了 會讓我可以想不到心痛的回憶嗎 在你失戀的時候去約胖 全世界的人都不會怪你 我現在好想衝過去透光你了 你有給他專屬旋律嗎 海沒有暗 床沒有空 你就是在寫三批吧 你愛我對吧 故事 故事就結束了 我夢見你在夢裡夢到我 然後呢 然後呢 那一個女生跟你只有靈感 你啊 單親吧 你設計用金錢用破衛成女少女 發生性行為 我就只有聽她說故事 叔 這不是傳愛嗎 所有當事人都指控你耶 別犯刀傷規矩不行喔 不可以嗎 沒關係嘛 這麼做我都沒有傳說中那種 深添到南天門的感覺 你去過那裡之後就會掉到地獄了 我在南天門 我在地獄 很想你一下 慢慢就不通了 想到你就喜歡吃重何口味 我吃到傳說中那種馬菜與她 我吃到傳說中那馬菜與她 我在烏半的桶 我吃到傳說中那馬菜與她 我吃到現在 那你要吃個餐 我的油沒有比較是 我的油沒有比較是 我讓男女 我沒有幾度 沒有極限 6月28 我們在大人物全見 全見 你真的覺得你這個瀏海凸顯你的臉 會變得比較好看嗎 你認真 我 蠻認真的 不要跟我開玩笑的 我認真 真的 標準太低了吧 因為我看過康仁哥買多戲 我差點跟靜雯姐有演 他演一個很變態的那個 對然後我覺得那個 霸氣其實蠻迷人的 我喜歡那個 被征服的感覺 所以你希望他對你這樣 我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如果有機會的話 有啊現在不是有一個大好機會嗎 真的 你可以過去幫他幾句嗎 幫他幾句是什麼 你們在叫 就是你就可不可以重現 你跟靜雯演的那種個性 然後說 你確定你這種智障要在這邊錄影嗎 就講你這種 講你這個羞辱的話 我怎麼這麼吃醋 我為什麼要來這個節目 因為你們是假的 因為你們是假的 魔法放 魔法放 康仁哥你需要水嗎 沒有熱水 我一定要怎麼叫我那個 我這個溫度 過來 我來了 來了 來了 哇 來了 你好 你覺得你憑什麼可以上這個節目 為什麼 因為我是班迪 班迪算什麼 班迪就是領錢來工作的 哇他講得好直接 無法反駁 羞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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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羞辱 給我一點提示 就是說 誰會把瀏海剪這麼短 你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瀏海 合理的嗎 好看嗎 你覺得這個瀏海的長度 在台灣平均女性上 是算合理的嗎 平均不合理 但我覺得在我臉上蠻合理 真覺得 你的那個瀏海 凸顯你的臉 會變得比較好看嗎 哇 你認真 我 滿認真的 不要跟我開玩笑的 我認真 真的 標準太低了吧 哇 瞬間眼神 我的 哭 哭哭啦 就這樣 就這樣 還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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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看 很好看 真的有點短 我第一次聽到就是 罵瀏海可以把人家罵到 好像他什麼都不是 而且罵人 罵人很有深 有邏輯耶 很有邏輯耶 而且他眼神是瞬間變換的耶 其他兩位也是身為眼鏈 會覺得厲害嗎 其實我剛剛沒有看到 他會撞出臉啊 小燕姐 你那時候就應該衝過去抱他 把他轉過來啊 很誇張 我剛剛一直是在他的背面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有很多機會 讓你們那個 劍士 吳芳先生 還有柯家燕 還有江怡榮的演技 是 那一年串非常那個 刁鑽的劇情 又來了嗎 又來了 聽說那已經變成 我們的那個招牌單元 有 因為演員來 就是好好跟他們聊天 他們也聊不出過什麼東西啊 因為比如說聊你女朋友 你也沒有什麼要聊的啊 只是最近在搬家而已對不對 然後一定有很多機會問說 要不要結婚 你就說現在是順其自然